在2022年,任人年是新肖属虎的人的本命年 新肖属猴的人是冲泰税 属猪是破泰税 而属蛇的人是迎泰税 无论是直泰税、迎泰税、冲泰税或破泰税都会统称为凡泰税 而不同种类有着不同的影响 但无论是哪种形式的凡泰税 在今年都代表了运势会比较多变和反复 以上这班朋友过了立川很可能会是拜泰税 但你又知不知道拜泰税这个习俗是怎么来的呢 在每一个年头都会有一位神明掌权当年的一切凡间事务 而这位在当年当值的神明就称之为泰税 而泰税一共有六十位 即是所谓的六十花甲连伦席 由于泰税大多数都是武将出身 所以在称位上全部都赋予大将军的封号 而每位泰税的数象神情都不同 手执的化剃亦都不同 都暗示了那年的榴莲运情 例如泰税如果拿着支笔 那就代表那年有政治变动 如果拿着的是枪或者劍 那就表示那年要发奋图强 泰税又叫泰税星君 就是天上面的木星 而木星每十二年就会围绕太阳运行一次 所以古人就称木星为碎星或者泰税 老一辈的人有时会说 泰税当头坐 无喜恐又和 其实我们不用那么害怕 在泰税那年 只不过是表示可能你的变化会多些 和反复一点 情绪的起伏或者都会比较大 但是只要低调一点 做所有事都慢慢来保持安全 遇到一些什么事 懂得以退为进 想多一点呢 那就不用那么害怕了 而为了心安理得 有些长辈都会见我们 不如去摄泰税吧 希望可以在犯泰税的时候 都可以顺利一点 不说可能你未必知道 原来摄泰税的历史是源远流长的 相传双朝就皇有位妃子姜氏 当时有了BB 大就被就皇抛弃 之后他孩子长大成人 为身母报仇 大义灭亲 在周文皇 讨伐就皇有功 被姜太公封为 智德太岁 后来东汉刘秀起义成功 进封了多名的战将 为二十八宿太岁 之后道家 陆续进封有得知事为太岁 一共有六十位那么多 此于摄泰税相传是 在今朝章中元年 岁姓皇太后患了一场急病 食极药都不康复 唯有寄托神灵 与他本命的太岁祈福 果然在祈福之后 竟然不约而遇 而章中皇帝为了报答神恩 就下令兴建寺庙 供奉六十位泰税 而摄泰税这个习俗 就在民间这样广泛流传开去了 好了 听到这里 如果大家都喜欢这条影片 记得按出去订阅 还有赞好和分享 你们的支持是我录下最大的动力 下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